粉丝提问,如果突变团境加入火箭筒会发生什么? 很多游戏的生化模式都有火箭筒 如果突变团境也加入火箭筒,会有这些改变 一,人人必带四连火箭筒 火箭筒的伤害大家有目共睹 单发的伤害应该在500年左右 如果吃鸡加入火箭筒,那肯定是RPG和四连都会加入 四连火箭筒的四发连射伤害会在2000年左右 这个伤害就太恐怖了 要知道普通步枪,一如狗杂,弹发伤害才47点 一发火箭弹基本等于11发狗杂的伤害 而且是顺发的,四连就更不得了了 到时候肯定是人人必带一个四连火箭筒了 RPG玩家都不放在眼里 二,丧尸不敢出现在人类视野 小丧尸的初始血量都在1000年左右 即使满级也不过2000年左右 领主丧尸在3000年血左右 四连火箭筒一发就能秒一个小丧尸 而且别忘了人类还有怒气机制 满怒气之后伤害直接翻一倍 就连领主丧尸都能直接秒杀 丧尸根本不敢出现在人类面前 三,每局都是人类获胜 这样改的最终结果是每局都是人类获胜 丧尸根本没有一点点获胜的可能 毕竟火箭筒打丧尸就是降维打击 除非把火箭筒伤害调低 或者子弹设置少一点让它不能补充弹药 否则突变团境将毫无公平性可言 小伙伴们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